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Mews Channel 我是Mews Chan 今天請到Lorraine 幫我們示範一下 今天我想分享的就是 怎樣我們運用現場的連續光 來配合我們的閃光燈 來創造不同氣氛的畫面 周圍的環境很多時都會出現很多連續光 我們四周圍都會有很多不同類型 亦都不同色溫的一些顏色的燈 我們現在就示範一下 我們運用一個光都算強的 大家可以看到雖然它是LED燈 但是其實都有很多顆燈膽 加起來其實都很光的 用一支大光圈的鏡頭 其實很多時候可以就這樣現場拍 都已經覺得氣氛都挺漂亮 但是我希望怎樣可以運用 加上我們的閃光燈 加上一些顏色的顏色 去令到氣氛 又不是你現在肉眼看到的效果 我們試一試 我現在暫時用了的燈 是有這一支PROFOTO的B1 B1X 我這裡放了一個斑刀 還有一張鮮紅色的顏色 然後這裡第二支燈 都是B1 我這裡放了一個OCF白色的Beauty Dish 然後裡面就放了一張橙色 大概應該是看清楚 是二分之一的CTO Color Gel 這一盞燈主要是補回主角的臉 是補一點光線的 這裡主要有一盞 剛剛說過的一個地燈 其實都真的幾光的 我小部分的現場光是會拿到的 待會去試給大家看 第三支燈 就是這裡 在這邊都會有一支B1X 我裡面放了一張藍色的Color Gel 所以後面就會有一個 好像偽紅燈的紅色的招牌燈 在後面打進來 前面就有一些白色的街的光管燈 打進來 經過這個窗 好了 這個剛才說補回臉 所以補回臉 就不適宜補一些五眼綠色的燈 我亦都補回一個溫暖的顏色 對 和應這一盞LED燈 OK 好了 最後最後 這裡後面有一支燈 我有沒有開啟的呢 我記得是 好像沒有用 暫時沒有用的 那我現在呢 所有燈都不用它 我用一個現場連續光 拍一張給大家 先看一看 這裡呢 就是先關掉我的Air Remote 先關掉它 什麼都不用 好啦 那我試一下F1.4 然後呢 我試一下把ISO開到500 就這樣 用一個現場光 OK 來多一個 好 看鏡頭 對了 沒錯 好 好 如果看燈 OK 好 那大家其實呢 看到畫面的氣氛呢 都已經是很接近你現場看到的效果 只不過是個色溫呢 那再調整一下呢 大家看到的畫面應該的氣氛是 都不錯的了 那我們嘗試一下 不只是用這一盞的LED 因為其實LED的CRI呢 大概是只有80左右 這一類的燈膽 大概是只有80左右 那所以呢 那個顏色呢 我就不是很建議直接拿來拍攝人的 那加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畫面 如果 我純粹拿這裡的光去照到人 大家肯定是不會見得到 這些燈的細節 的 因為 你吸的光吸得太多了 那變了呢 它的細節呢 你是不會見到的 那所以我現在呢 嘗試的呢 就是將現在 你肉眼看到的這個光線呢 點暗了去 就是說我拿少一點 這些LED 然後我才有一個空間 給我再加額外的燈來的 嘗試先改一改 那個曝光設定先 那個Explosure 剛才呢 ISO是500的 是不是 那我現在呢 轉回去100 然後將那個快門呢 拿回125 為什麼125呢 其實沒有的 你一般來說 你其實那個快門 是在減現場的光而已 減到你覺得 前面那盞燈 即是說這盞水晶燈 這盞地燈 減到你覺得合適的光度 就可以了 光圈是2 跟著快門呢 是125 我試一張 OK 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畫面其實是 整個畫面呢 都顛暗了的 最重要的就是 看回水晶燈 我們可以看到呢 水晶燈呢 比起 相比剛才呢 其實是細節了很多的了 好了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畫面看得到的光呢 我們是納入我們的相片裡面 我們會要的 但是呢 不足夠的 是不是 那麼我們就會在外面 再加幾支 我們心目中想要的 顏色的燈 來創造另一個氣氛的畫面 好 那麼我也開了一個Modeling 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盞 第一盞 是一個 扮 街外面的 霓虹燈的 紅色燈 在窗外面照進來的 OK 第二盞 是感覺給人的 那塊臉 一個 二分一的 CTO Color Gel 那因為呢 它放得比較近 那我就放一個 Beauty Dish 那但是其實 你用一個Softbox 我建議其實都OK 的 好 第三盞 另外一盞 街外的燈 就是一個模擬在街外面的光管燈 白光管 因為其實白光管的 那個色溫 跟現在室內這一盞 那個LED 地燈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對比 那所以呢 我現在用室內比較溫暖的顏色 那但是呢 外面我打了一張藍色的Color Gel 令到對比更加大 好 試一張看看先 Good 好 試一看剛才燈這邊 沒錯 Good OK 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畫面 我打了幾盞 不同的顏色的 色溫的燈 下去這裡 你會發覺呢 首先就是 很明顯的 整個LED燈呢 那個玻璃罩呢 你會看得很清楚 是一個罩 然後裡面有一盞燈 你現在 這樣打法呢 你會看得很清楚 而剛才你只是吸過現場光的話呢 所有東西的細節是沒有了 你不會知道 這一盞燈其實的形狀 甚至它的花紋 pattern是什麼樣的 那現在點暗了 你看到整盞燈的細節 那也都 模擬得到 這一個窗框 特地會 適合到少少 那個 藍色的 color gel 會適合到一個藍色的 感覺 那個顏色呢 就是街外面的顏色來的 就算月光的顏色 就算是街的一些 白光管招牌的顏色 其實它都模擬是這個藍色出來的 而這邊的紅色呢 你會看到它是窗的外面打進來的 那就模擬在外面的一些 廣告招牌的光打進屋子 所以那個人的色溫呢 已經夾雜了 有幾種不同的顏色下去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加多少少不同的東西下去 就是我想加少少煙霧下去 其實呢 煙霧呢 很多時候我們好像看演唱會一樣 加了一些煙霧呢 是會令到光線在煙霧裡面的粒子 其實產生一個散射的作用 好 那我現在呢 後面有一部煙機 那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應該看不到 不要緊 放些煙出來先 這次我試一下放多少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效果是怎樣 現在呢 簡直的感覺 簡直是火燭的 其實我是想整個空間呢 會多少少粒子在這個空氣裡面 所以光打出來呢 你會看到是有些形態的 其實是不需要很明顯的 是有在這裏就可以了 那現在呢 整個空間是有的了 試一下按幾張 好 試一下向後面的燈的位 對 沒錯 頭部再側多少少少 OK 好 試一下按空少少 對 沒錯 再轉向這個燈 右邊少少 對了 是有些 穿了奔的地方 可能真的要撿一撿去的 這個 這個 這個箱 那塊布 蓋不完 這盞燈 都太近了 試一下 試一下這樣 其實整體 我自己覺得 那個氣氛 那個感覺 其實都差不多 是我 心目中想要的效果 了 我現在呢 想調整一下少少少 他剛才看這一邊呢 這邊那個 額頭這邊的光呢 我覺得是 有少少 光的 試一試 咦 這麼快就關掉了 神經病 每次放煙都是要爭取的時間 他一放完 其實就要馬上拍 所以平時最好 當然是有人幫你 幫你手去放 自己一個是有點難 攪拌的 好 好 差不多了 來了 準備 準備 好 再看剛才的位置 對了 沒錯 好 試一下左手 對了 沒錯 好 還是看我 我試一個 如果大家 沒有去控制一下 那些煙 就這樣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在雲裡面 現在 好 再來 遮得太多 對 OK 好 低一點 OK 好 OK 可以 看看效果 先 嗯 現在的三機的位置 我覺得就好 剛剛 現在純粹都是一個 好像很即興 但反而即興 你才更加需要 在很短時間內 找出所有的細節 如果不是每一次都拍完出來 你才發現 你就太遲了 我希望所有的煙 是少少 萌萌的 在這個空間裡 只是在裡面 感覺不是裡面 好像在著火 那樣 所以一路拍 我其實是一路慢慢等 那個煙 散開 散到差不多 其實那一張 才是要的 但是呢 你這一刻 你自己急不來 你要等 因為那個時刻是很短的 可能 那個時刻 可能被你按到兩張 對了 OK 好 試一下手 加下去 沒錯 沒錯 試一下不要太大力碰到那個 對 不要太大力碰到那個 對 沒錯 好 我現在呢 嘗試一下在一些 不同的角度 去按多幾張 OK 好 每一次都是要爭取時間 我這個呢 比較close up 所以在我前面 那個Beauty Dish 我這次是放近一點 但是其實同角度 而已 由於呢 每一次那個角度 如果我一轉的話呢 那就是代表我整組那個 燈光呢 都可能會 會 是 錯了的那個角度 但是每一次呢 不要亂轉燈光先 因為呢 如果連那個動作 你都未確定得到 你就亂去轉燈光呢 其實你會更麻煩 你會更大件事的 不要隨便移動 那些燈光 先看一下它的動作 轉了之後 整個構圖 的感覺其實是否OK 如果OK的話 你先慢慢再調整 你的燈應該是 配合在什麼角度那裡打 千萬不要一開始就 立刻 一有個想法 就立刻把燈光放進去 對 不要直趴 對 對 對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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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你今次把頭髮撥這邊 看看 OK 向下看的 對 OK 好 OK 你撥住頭髮 撥住 對 望望的 那一般來說呢 嘗試找到一些OK的角度之後呢 我都不會 就是永遠轉在一個位置那裡 就是你會看錯的 有機會 你轉死了在一個位置那裡 你永遠覺得這個是最好 但是可能呢 隔離 轉多一點 側多一點 可能是第二個世界來的 你看到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都 不要放過 就是同一個鏡頭 可能你會 你會一直按按按按按按 是會一路 慢慢去調整的 那當然你一路轉的時候 你會看一下到底那個 光線會不會 因為你轉了角度是有問題的 但是有機會 你轉了之後 你會發覺那個光線 是有些驚喜都不一定的 試一試 OK 我覺得現在這兩個角度都不錯 對 這隻右手和這隻搭著的 對 沒錯 OK 對 頸伸出來多一點 對 沒錯 OK 好 電 燈 在我現在這個 創造了一個空間出來 你會發覺是有幾層 在這裏 第一牆 第二就是那個風扇的位 第三就是這個梳化的位 第四就是三機 和這個平排的角度 跟著第五就是這個窗 這樣 你會發覺是有幾個Layer 在這裏 那這幾個Layer 就是我一路創作的時候 你記得 首先你要想 人到底是站在這個Layer的哪一個位 然後就要考慮角度 這個角度 你可不可以打燈 所以在拍之前 你的腦子要有 起碼有 大概六成的畫面 在那裏 如果你 開始之前 你是沒有畫面的話 你會發覺你是很難去創作的 餘下的四成 是一路影 一路去adjust 然後你會發覺有很多驚喜走出來 然後很重要很重要就是 一路影 一路modify 一路影 一路調節 到底有些什麼是需要再改善的呢 好像剛才一路發現了很多問題 裡面 因為的確沒有準備過這次的影相 即興的 真的 OK 那希望今次的分享 就可以令到大家更加了解 是怎樣去平衡我們想要的連續光 以及我們的閃光燈 還有就是我們怎樣去運用我們的Color Gel 去令到我們的氣氛 更加有一種不同的氛圍 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如果喜歡今次分享的 歡迎大家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下集再見 拜拜